副長我們先問一下電價好不好 電價對CTI的影響是什麼 副長可以談一下 哪一個 電價對CTI的影響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很多都已經動長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對不起 我要簽字 我先簽一下 我們要每年都要簽證的影響 謝謝 不好意思 法委會 現在 我們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 我們繼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我們先請秘書長報告 各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院會 行政院來函 外交部林部長佳龍 本日應公請假 由田市長鐘光代表列席 經濟部 郭部長智輝 本日應公請假 由陳市長鄭齊代表列席 僑委員會 徐委員長嘉欽 本日應公請假 由阮副委員長 昭雄代表列席 原住民族委員會 曾志勇主任委員 本日應公請假 由古仲 喀樂方安 副主任委員 代表列席 報告完畢 報告完畢 因故不能出席者 應該於開會前 檢授必須請假 之理由 及行政院院長 批准之請假書 報院會 本日院會 行政院來函之 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剛才我們秘書長已經 向院會進行報告 基於憲法之尊重 及重視 本院委員之 質詢權利 排除非出國 或有特別重要 且迫切的公務 需要去親自處理 至無法出席外 部會首長 不宜請假 而委由副首長 來代表出席 本院前有韓文通知行政院 轉告各部會首長 應遵照辦理 因此 仍請行政院確實處理 使得 免各部會首長的請假 未能在院會 進行政策對話 國民黨黨團 所提書面諮詢之 書面諮詢之內容 我們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 我們進行 蔡奇昌委員諮詢 謙遵清責 Deshalb 謙遵清責 謙遵ando 謙遵清禮 第一個 我們先講郭智覺 因為這個議題 是從郭智爲開始 因為他禮拜二就沒有 請假了 那他的說法 第一個 他的說法是說 他是要回反 老日本的熊本縣這策克 他們熊本縣的這個 在台灣就叫市長 或市長 那他说因为这个知识 他之前有访问过他 所以他要回访 好 问题就来了 回访的意思是什么 是我方规划吧 对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放在立法院 开议的时间 你可以在立法院开议前就去了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 而经济部的说法说 因为他们规划的时候 立法院还没有开议 好 我告诉大家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有规定 行政院每年应由 每年要在9月1号之前 将1到6月的施政报告 应送全体立法委员 并且由行政院院长 在9月底之前提出报告 是法定9月底之前 就会开议 那你要规划 你就规划在6月中嘛 对不对 或是6月初嘛 你怎么会规划在6月 最后一个礼拜 而你要知道 9月的最后一天 叫9月30号就是后天 是礼拜一他没有愿会 所以你9月最后一天 能够报告的 要么就9月27 要么就是9月27 要么就是9月2 就是礼拜二的24 而我们这次开议是9月20号 对 你要么你就要在9月20号以前 把这个初访行程规划完毕 结果他规划在最后一个礼拜 还横跨了一个礼拜二跟礼拜五 就是故意的嘛 法定的就是 立法院行政院院长 要去报告的时间 就是9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之前 他硬要排在这个礼拜 所以第一个 郭志辉绝对是故意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那至于他是什么动机 有没有奉行简单 我不清楚 但是他的部分我觉得就是 而且说穿了 如果今天是日本的 比如说什么 有一个什么产业的活动就算了 或是台积电要动工 干嘛你就算了 没有耶 不是耶 他是去了 他说我们去熊本 顺便去看一下台积电那边的 了解一下他们的产业总统 只是顺便 是顺便 他说他主要目的是要回访 他在时辰都可以瞧的 回访熊 所以这个是可以瞧的 他没有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好 再来我们看 徐家青 因为我们刚讲的嘛 世界台商总会的年会 在高雄 他主要为什么是 乔委会可以上台 外交部长没有上台讲话 是乔委会委员长上去讲话 除了这个总统之外 就是乔委会委员长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都是乔 都是 都已经是有其他国家的国籍了 所以他们是属于乔界的聚会 所以呢 乔委会是主人 是他们他要去等于说 来来欢迎大家回到台湾 所以他请假算合理了 合理 徐家青这个没有问题 好 那再来外交部长 这个林佳龙 本来我觉得昨天 因为我昨天第一时间 看到他那个画面 我觉得很怪 我想说奇怪 为什么乔委会去就好 那林佳龙去干嘛 后来他解释说 因为柏柳的总统 在台湾 也出席了这一场 世界台商总会的年会 所以呢他依照惯例 要陪同总统 接待友邦的元首 他说这是一贯例的 过去历任外交部长 只要有总统 这个接见外宾 外交部长就要在场 好 OK 那林佳龙也OK 好 所以最后那个 元明会主委 曾志勇的理由 就会让大家觉得 匪夷所思的 这不是打到了吗 请注意他讲的是说 柏柳总统邀请 台湾要派员去参加 他们的30周年的独立纪念日 而这个总统赖清德指派 我们的元明会主委曾志勇 担任特使 所以呢他要在9月26号 到10月3号去柏柳 出席他们的独立纪念活动 可是柏柳总统都还在台湾 对问题就来了嘛 柏柳总统昨天在台湾 啊我们的元明会主委 前天就已经飞到柏柳去了 这个行程安排是谁安排的 急了 这个行程安排起来 我是觉得在野党 他们在国防外交 我可以了解清楚 因为他昨天有行程 他昨天也不是说都在玩乐 昨天他有发一个 元明会有发一个新闻稿 说我们的元明会主委 到了柏柳之后 去见他们的什么 国务部的什么部长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 那意思就是没见到总统啊 而且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10月1号是他们的国庆 独立纪念日 那他们10月1号是 离这个9月26还有一段时间嘛 那班机华航下礼拜一 9月30号有啊 有啊 更何况柏柳总统都还在台湾 你担什么心 对不对 我是觉得这个安排可以更 更 那个叫 细腻 对更细腻一点啦 当然也许他们希望说不要那么赶 因为9月30去下午才到柏柳 会不会 这样还有时差的问题啊 什么的 会不会这个 当天晚上可能就有一些晚宴啊 或什么会不会太赶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 这个安排 或者说 一定要安排这样的模式吗 我是觉得 这两者 就是一个要去陪柏柳总统 一个要去柏柳 这两件事情本身是有点矛盾的 那要不要安排其中一个人 就是让他去陪柏柳总统 然后再飞 再飞过去柏柳 去出席活动就好了 对不对 其实最主要是 看到行政部门 对立法院的不尊重啦 在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钢防晒凝露 加油 喝干净 knots 调来 神 disappear kant 会 得 把